赖清德刚就职就收到三个坏消息 解放军也做好了准备 今年的520挺特别的 是赖清德正式就职的日子 作为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 他虽然赢得了2024年大选 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广泛认可 选民的支持率也不太高 甚至还比不上四年前蔡英文的支持率 差了十几百分点吧 赖清德的立场我们众所周知了 他上台无疑是给两岸关系新增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可以说他的就职典礼不仅是对他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更是两岸未来走向的一次重要考验 当然今天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520和节气小满装作了一天 中国有句老话叫小满大风树头要空 意思就是指小满节气刮大风树头会变空 也指一些事情在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结果的稳定性 而这用来形容赖清德再合适不过了 就在赖清德正式救治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 岛内就传来了三大坏消息 一时间掀起惊涛骇浪 你看其一 中俄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引人注意 这是刚结束的普京访华期间签署的一个声明 而声明中提到了大家关心的台湾问题 其中一些措辞的变化引发广泛讨论 内容强调 俄方再次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不变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措辞有了明显的变化 以往常用的是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表述 被更新成了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微妙的变化是对台当局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 中俄双方有着共同的认知和坚定的立场 代表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 如果岛内有任何妄图分裂祖国的举动 大陆定不会心思手软 第二 另一个坏消息就是从美国智库发出的 一份最新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 在赖清德就任的时间里面 中国已经准备实施一系列多维度的战略举措 涵盖海空力量部署 信息技术运用 网络安全维护 经济政策调整 民众认知重塑等多个方面 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美国这帮人每天研究中国还是相当花心思的 美国智库预测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大概会有九个国家波及其中 美国如若想介入 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 所以说尽管美国在对台军售这事儿十分积极 但届时会不会先自下场 一定是个未知数 甚至有时候觉得赖清德这样的激进行为 让美国人都觉得他应该收敛一点 以免制造更多的麻烦 说白了美帝 他还是个纸老虎 台航局想要公然挑衅 那他要认清现实才好 其三 大陆早已经提前布局 解放军也已做好准备 本月17号到18号两天 有18架次战机活跃在台海地区 其中有12架次采取了 从台岛北部以及西南方向 抵近台岛的战事动作 其实 自年初金门惨案发生以来 大陆海警已经逐渐增强了 对夏金海域的行政管控力度 过去的一周 中国海警在金门海域执行了五次任务 展现出强大的决心和行动力 海空和海警力量的步步紧逼 让台当局束手无策 如果大陆进一步剥夺对岸的经济优势 那对岛内来说 那就是更坏的消息了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 大陆的布局也已经出现成效 就拿欧盟外长布雷利来说 过去他是比较反华的 但最近多次公开场合 明确态度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 可见中国对外做的工作已经出现成效 实际上一直以来对于两岸关系 大陆都释放着最大的善意 未来到底是发展还是衰退 就看你对岸自己的选择了